花莲地方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举办的 花莲好家地方创生交流沙龙座谈会 今天移师到南区的玉礼镇登场 不仅有返乡青年或是年轻的创业者 还有在地体验的农家 旅宿的业者还有餐饮业者都参加了 希望汲取专人的经验 也彼此互相学习交流 台湾ESG旅游推广协会副理事长 淑沈珠前资程创新创业部罗庆文执行长 与联合加速器周淑文策略长共组的智囊团 邀请南区创业青年入座花莲好家地方创生交流沙龙 针对面临地方创生在地创业发展经营管理等问题 对阵下药 新政府原新处委由花莲地方产业发展中心办理的花莲好家 地方创生交流沙龙座谈会 今天仪式到南区玉璃镇举行 不仅返乡青年或青年创业者 也有在地体验农家、露营业者等餐营旅宿业者参加 汲取专业大师的经验 是说我们可以让我们小农有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然后知道说要怎么去销售 因为现在很流行网络平台 可是我们这个方面还蛮劝缺的 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学习 小创业 那目前是要朝哪一个方向来进行 爬山吧 爬山哦 花莲一直致力于发展永续产业 现任五行年处引进最新最重要的观点与资源 希望借助这一些力量持续成长 处长吴坤如也特别呼吁 北中南三场次的交流座谈会 最后一场次将在7月13号 礼拜四上午9点半到下午1点半 在光复糖厂花莲环教中心登场 也千万别错过 这是玉兰预理正采访报道